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召开了股东会 尽管今年有武汉肺炎搅局 还是吸引了超过上百位的股东前往现场参加 虽然前董事长张忠摩退休两年了 但小股东发言的起手势都还是以张忠摩为影子 当中有一位小股东呢 他说他过去是因为仰慕张忠摩才会买台积电的股票 而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他则妙回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也是因为张忠摩才加入台积电的 而双手掌挺过中美贸易战的冲击 搅出相当亮丽的成绩单 包含去年营收呢是1069.1兆元 而税油全盈是来到了3452.6亿元 每股税油盈余呢是13.32元 发放股力呢达到9.5块钱的新高水准 而2018年的时候张忠摩交棒就进行了双手掌共治 两年以来台积电的股价呢是上涨了超过四成 市值也突破了8兆元超越了张忠摩时代 而今天小股东也提问了很多问题 第一个就是面对中美贸易大战 台积电夹在中间当个夹心饼干到底该怎么因应呢 他们说呢会这个到美国设厂之外 也会带领下游厂商到美国一起来打入 美国的供应链 另外呢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承接海思的订单 有很多客户呢在排队会来填补缺口 台积电看起来是已经做好了相当多的准备 我不敢帮自己打分数你们打你们打 独家回应东森财经谈接棒一年成绩 刘德英如谦谦君子低调回应 但面对股民引尽期盼的赴美投资 他回答的毫不犹豫且有底气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一起能够make up我们在台积电 在台湾做跟在美国做的 running cost difference operating cost difference 我们也跟一些客户谈过 所谈的都是商业的产品 所以这也是 也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真正是做大 在不管是南京厂也好 或者是美国厂也好 我们去绝对会深耕台湾 定调赴美投资 没偏美也没偏中 强调智慧产权关键还在台湾 符合公司国家利益 还要揪下由厂商共好 包含无城市封册等大厂都在名单内 美国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答应 他对我们的补助 apply同样的对这些 我们的合力厂商的补助 什么样的成员 我想主要就是半导体工厂里面 需要的一些材料 安内还要攘外 顾民心心念念 华为海思订单没了 业绩怎么办 台积电的回应没有悬念 还很霸气 我们的其他的客户 都想要弥补这个空缺 不管是我们的空缺 我们产能的空缺 强调景气展望不变 因此配发9.5元鼓励 对经济跟中美冒战变局 早有妙法 这本支出今年 大概没有改变 有的技术里边 全世界都会需要你 不管是 你站在哪一边 我想大家放心 这个 这个出戏还没演完 还会继续 所以我们会 我们会找出方法来 东森台电新闻 在新竹的综合报道 把国营事业高兴的铁饭碗 像是不少人想要争取的工作 原名中油的黄姓员工 他组成了枪手集团 向考生收取了百万的代考费 那怎么做呢 他就向考生跟家长说 有门路可以帮忙你考 那如果说你要考台电的话 假设要考台电 要考90万元 像中油台糖都可以考 要收大概百万元的费用 怎么考呢 他们就找这个高材生 清大跟交大 或是医学院的学生来当枪手 那怎么样骗过主考官 把这个考生跟枪手的大头照 做一个合成之后 到健保局说 这个你的健保卡掉了 谎称医师补发一张 再去请这个枪手帮你考试 打出一条龙的服务 还帮助十二个人 顺利的考进了国营事业 那为什么会被抓呢 会被抓包 因为有个考试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他要去参加中油考试 他就吹嘘跟朋友讲说 我会稳上的啦 我爸已经帮我都打点好了 那旁边人听着就很奇怪 就检举没想到的中油就来布线 第二阶段考试的时候 人赃据获逮到了枪手 而且这样这个枪手集团 至少就帮助十二个人 顺利的考上了国营事业 还获利五千万元 不过这个枪手集团 帮助的考试 其实有一些状况啦 因为之前有一位考上中纲的考试 就被主管发现 能力很差 根本就不适格 重测验之后 一年之内被辞退 而这个副法 副法集团获利至少五千万元 有六个人被起诉 四十六位枪手 考生家长全部都获得了还起诉 国营事业的考试传出 被枪手集团锁定舞弊 以终于黄信员工为首的这个集团 由区利开始招揽 这些有意进入国营事业的人 找枪手帮他们代考 集团找来清大交大的名校生 或是实习医生补习班理化老师 把考生的大头照和枪手 大头照合成之后 再到健保局重新申请健保卡 以新的健保卡报考国营事业 通过比试后还带打口试 以免口试时被刷下来 对 如果是健保卡的话 他通常就是去健保署那边 申请仪式补乏 那如果是国民身份证 或是驾照的话 就是用变造的方式来处理 就是他们自己去换费照 对 那相关的互费跟那个房委那些 都算在里面 对 所以他可能每个人的价格 不太一样 而代考的行情中 以中纲120万元价码最高 井砖最低 还有包套代考四个国营事业 价格是130万 虽然有12个人 因此考上国营事业 但是有人素质太差被辞退 事情会爆发 11月时中游考试 有考生向人吹嘘 一定会吻上的 而被人向检调检举 检调查出总共有12个人 借由代考进入国营事业 集团不法获利5000多万 黄姓主席人6人 一炸击罪嫌起诉 另外包括了46位枪手 考生家长或还起诉处分 东森新闻王国龙方中卫 在高雄报道 好 美中的角力大战 快要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吗 两大阵营成型了 现在看到的一边是 美国领军的新同盟国 而另外一边是 中国为首的新轴新国 美国扩大制裁 现在要完真的怎么讲呢 因为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 美国总统川普正准备签署 国会在上个月通过的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而制裁兼请超过百万穆斯林的中国官员 川普现在拼命的搓中国的痛处 痛打习近平的要害 从新疆香港到台湾 下一步美国的国会会不会对 港版的国安法反制呢 这场美中的角力大战 从人权贸易科技领域 全面正在开打的状态了 好 现在看到科技战的部分 美国总统川普为了要围堵华为 对华为下达了更严格的禁令 好 彭博就最新报导 美国五月颁布的最新禁令 到底有哪一些呢 他们直接命中华为的要害 因为有可靠的消息指出来说 华为有一些自行研发 用在电信设备的晶片 库存可能不太够用了 只能用到2021的年初 等于说只能够再撑半年的时间 那为什么只够撑半年呢 第一个原因是 台积电已经可能没有办法 再出货给华为了 自从今天台积电的股东会上 似乎也暗示着 未来台积电应该是 没有办法接海思的订单 而再来就是 本来华为寄望说 我可以转向其他厂商嘛 像联发科啊 像三星来支援 但是呢 碍于美国的势力太过庞大 这些厂商支援华为的程度呢 可能是很有限 没有办法满足需求 好 面对美国步步进逼 来断拟华为深入 华为任正非呢 也决定要转一些 这个策略要转手为攻了哦 过去呢 面对华为禁令呢 任正非呢 他是主张比较一个棉花糖的策略 什么叫棉花糖策略呢 希望透过任正非 他的领导的媒体攻势 扭转大家对华为的怀疑 因此呢 他才会罕见的 接受很多的外国媒体来专访 但似乎呢 还是没有办法扭转 整个华为的形象跟局势 但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呢 任正非开始就正面的反击了 华为又有动作做出来 他们决定呢 要采取司法战 对向国防的法案呢 提出诉讼 好 所以国防法案呢 是当初呢 阻止联邦机构和承包商 购买华为的产品 华为要对此呢 来提出诉讼的反击 只是呢 华为现在转向上述字 就似乎是很难让华为脱离险境 很难翻身嘛 怎么讲呢 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来抛弃华为了 不跟华为来做盟友了 丹麦的国防部长 这位女性 她叫做布拉姆森 她最新表示说 为了要保护丹麦的国家级人民 丹麦只考虑使用盟友的5G产品 要排除非安全盟国的供应商 那这盟友指的是哪些国家呢 是不是G7的成员国呢 因为上个月川普已经断绝了 华为的晶片供应链 英国政府也表态了 他们说呢 也想把华为 踢出5G的建设名单当中 而加拿大的三大电信公司呢 也说不会用华为 除G7的成员国之外呢 还在积极拉拢的 像是有澳洲 韩国 还有这个印度 而新成员的加盟国就是丹麦跟纽西兰 那丹麦已经表态说 只用盟友的5G产品了嘛 现在就要看纽西兰 他们的态度到底怎么样 川普呢 要很努力的废掉华为武功 影响层面现在看起来呢 是越来的越大 越来越不容小觑了 华为晶片呢 库存不够用的 只剩下半年时间 他们想找南韩企业来搬救兵 但是怎么能够容许呢 美国怎么能够让你华为呢 跟南韩来搬救兵 从各方管道给你警告 那这一回呢 三星的少主李在荣 就成了剑靶了吗 因为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荣 他礼拜一昨天 遭到南韩的检方声压 但是呢 南韩首尔中央法院 今天清晨的时候呢 是驳回了检方的羁押申请 那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荣呢 是已经直接的回家了 李在荣差点又被关进大牢 这会不会又是美国给三星的警告呢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时间回到5月18号那一天 好 中国大陆呢解封没有多久时间呢 李在荣就特地飞到这个西安去 西安呢有一个三星的半导体工厂视察 成为从疫情爆发以来 第一个造访大陆的国际商人CEO 那为什么要去西安呢 因为三星去年宣布要投资八十亿美元 扩建西安的第二个三星工厂 还派出两百名的工程师 去支援这个厂房 李在荣造访大陆之后没有几天 几天呢市场就传出来说这个三星呢有可能没有办法出货给华为 因为美国要来封杀华为 那为了增加库存备货 传出呢说这个华为要求三星电子啊 还有海力士来帮忙提供记忆匹的晶片来增加华为目前的现有库存 但是呢美国在拼命的举杀华为 那你三星呢这个时候怎么敢来扯后腿呢 怎么敢能够塞货给华为呢 所以干脆就给你下马威 就在呢上个礼拜四 首尔的地方检察厅突然向法院申请要来积压三星的副会长李在荣 他被指控哪些罪名 他说呢李在荣为了要争夺三星的集团继承权 从事像争议性并购啊 操纵市场等等 其实呢这些罪名就之前就吵过很多次了 但这个时间点呢又被挑出来大做文章 会不会是美国又伸出了看不见的手 在后面操弄要来警告李在荣呢 但你可能会想说 美国你怎么有办法可以干预南韩的司法体系呢 当然这中间的关键人物就是南韩总统文在寅了 是不是文在寅呢有施压司法体系 要他们对李在荣开刀呢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好今年四月份呢南韩的举行这个总统大选 刚好碰上疫情嘛 那大家就不会出门投票 所以南韩就鼓励呢所有的选民 用这个网路投票啊通讯投票 本来呢在开票的前半段 用这个纸本计票的时候呢 执政党呢是落后还蛮多的 后来后半场的佳继通讯投票之后 诶执政党突然就一戏翻盘逆转胜了 就是大翻盘就赢了 所以文在寅就获得了胜选 那大选结束之后呢就有人就在猜啦 说检举这个投票机器可能有诈 怎么讲呢因为呢这个大选采用的是 华为制作的LG 5G的这个投票机 它的伺服器呢可以连到中国大陆去 大陆呢就有机会进行这个主观调控 甚至呢很有可能会被人为串凯 这个投票的资讯 用在通讯投票和QR Code上面也有问题 暗示说呢这次大选有可能 是有中国大陆来暗中来操纵吗 像这个前清瓦台的发言人呢 敏根旭他还提出了一个就是还蛮巧妙的证据 是一个惊人秘密啦 他说呢他提出一个类似一个达文西密码的说法 说投票期间呢他把这个选举的数据呢 以二禁制计法呢转换为字符 然后把这个数字呢转为字符之后呢 发现到一个讯息写的follow the party的字样 这翻成中文就是跟着党走 他认为呢这就是反映这个中国的共产党的口号 永远跟党走嘛 是不是整场的南韩大选呢 就是靠着中共介入帮助文在寅来当选总统呢 那美国听了怎么会受得了呢 在美中的贸易大战之下 美方现在是完全不容许你任何国家有中立的空间 要就挺我美国 不然我就用用尽手段来逼你表态 而且南韩其实根本就没有选边站的本钱 再怎么样都不敢得罪美国 就是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只协定大田协定 1950年呢在韩战期间签署的大田协定 为了要防范北韩入侵哦 韩战爆发之后 当时的南韩总统李承晚和麦克阿瑟将军签订了 将韩军的作战指挥权 你一个国家的作战指挥权是由别的国家来决定 就要由美国来全权来指挥 那南韩沦为美国的小弟 从文在寅到李在荣这两个人 如果说你敢轻忠的话 可得要对我美国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好现在美中两国拼命的找盟友啊 各组阵营来互相校正 中国拉拢南韩不成没关系 那我找谁 我还有小老弟北韩力挺嘛 那最近北韩真的是跟吃了炸药一样吗 怎么讲 拼命放话来呛南韩 这背后有习近平 他在下指导旗吗 因为北韩的通讯社 国营通讯社 北韩中央通讯社 今天就最新的报导说 北韩已经下令了 下令什么东西 全面切断所有跟南韩的官方通讯管道 包含了北韩的领袖金正恩 先前跟南韩总统文在寅建立的沟通热线 是全部的切断 好 北韩官方媒体报导说 北韩当局是几经思考之后 才做下这个决定 他们认为南北韩双方 已经没有再需要讨论任何问题的空间了 因为南方只会让北方灰心 有消息是讲 这个决定是由谁决定的 是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 她决定了 上个礼拜金与正是罕见的发表声明 她狂骂 狂骂南韩你纵容脱北者发传单 触怒了全北韩的人民 但是南韩的脱北者 在南北韩边境发传单 用气球发 早就已经发了好几年 那为什么你这个时间点才要来生气呢 那最近其实金氏的政权变化 也引发了外界关注 尤其金正恩 他省影之后是再次的现身了 礼拜天出席政治局会议 不过整场会议 他都只谈人民的生活 怎么样来提高人民的收入跟经济 完全不敢提到 也没提到外交议题 说是这两位金氏的兄妹 他们已经明确分工了 那金正恩可能就主管这个民生经济 那金宇正就负责对外的事务 所以他最近才一直放话来这个放炮 为什么怎么讲 那月四号的时候 金宇正是先批评说 美国的国务卿 蓬佩奥你管太多 你不该介入香港的事务 然后南北韩的办公室固定是 每天一早一晚会打电话 互通有无 看看对方的状况 就昨天上午第一次 北韩是首度漏接电话 已经很不寻常了 今天上午直接宣布 切断两韩的联络管道 其实下个礼拜一 六月十五号很重要的日子 是这个615的两韩和平宣言 发表满二十周年 但在这前夕 北韩跟南韩撕破脸 一边是有美国当后盾 是南韩有的嘛 一边有中国当靠山 南北韩的关系紧张开始升温 跟美中角力战 应该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从南北韩现在一触即发之外 强国争霸之下 作战领域也提升到了 太空的等级吗 因为美国的太空发展局SDA 明年要发射第一个 结合飞弹感应器的 卫星平台禁地轨道 后年要打造第一个 太空的预警网路 来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的 超高音速飞弹 另外俄罗斯也订购了 二十架苏凯三四轰炸机 提升远程的攻击能力 美国F151打极英战斗机 成为第一架可以兼容新核弹的战机 根据桑蒂亚国家实验室表示 F151在内华达州的托诺帕试验场 发射B61E2 研兽型战术核弹的模拟弹 进行两次测试 一次大约在300公尺的高空 一次在7.6公里的高空 都顺利达到预定的目标 B61E2战术核弹 将取代旧式的核弹 在今年开始服役 将会让F151打极英战斗机 震哲力大为增加 而为了要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的 超高音速飞弹 美国太空发展局上网公开招标 要在2021年发射结合飞弹感应器的 卫星平台近地轨道 2022年打造第一个太空预警网路 俄罗斯的先锋超高音速飞弹 据说从纽约飞到伦敦 只要21分钟的时间 地球无法拦截 美国决定将战场延伸至太空 美国太空发展局计划 在2022年至2023年间 使用70枚宽视角和中视角的卫星 打造第一弹飞弹预警网路 含给全球各区域 另外俄罗斯军防消息人士说 俄罗斯国防部已经签下 20架苏凯三四轰炸机的订购合约 苏凯三四轰炸机机头扁平 又压嘴瘦的称号 是俄罗斯目前最重要的 现代化空对地攻击战机 列强加强军构 军备竞赛持续展开当中 董事新闻黄生博许经报道 中文字母在处理 区带 Snap强 金代赛持续展开当中 他会觉得账族环兜乱 对于新闻人均